啊 啊 啊 糟糕 小唐这兔崽子 怎么都糟糕 我这是个gay吧 我不知道这里是gay吧 吓着你了吧 咱们就别进去了 这有什么好吓的 都来了 进去吧 那 你觉得有意思吗 嗯 有点意思 那行 咱们进去 还以为李玉这样烟酒不沾的心 可接受不了这些 既然这样 我就可以告诉他 干什么呢 你觉得哪里有意思 小李子 以后无论你是做生意还是当官 这些场合免不了要来的 其实你年纪也不小 以后剑哥多带你出来玩玩好不好 剑哥 你也经常带隋琳来吗 她 带她来干嘛 A7 我去下洗手机 来 那个 我也去 所以 就是有点起来了 就这点酒量 还 还就这点酒量 你不陪我喝了 我一个人特别容易做 所以 要不你陪我去厕所吧 那还是我的错了 酒量不好就少喝 我酒量不好 好 当有机会 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海量 我看你站得挺稳 你还是自己去卫生间吧 这小子是在等我吗 还真有点受伤乐金 对情报 这是杀人给拦了 死胖子敢碰我的人 今天不消死你 我就不进行 放手 放手啊 臭小子 你找死 小玩偷袭 去 小李子 没事吧 没事 麻烦让一张 怎么回事 抱歉了隋莹 李小公子 没想到会有人闹事 你们看 怎么撤离 剑哥 很晚了 我先回去了 好 我送你回去 把这几个狗屎狐脸的傻逼 全扔出去 得嘞 听简上的 不怪那个胖子见了李玉走动道 李玉这个外形 在圈子里属于顶级祸色 别说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色老 就连我第一次见他 得聊了半天口水 要不是那几个不张眼 也不至于第一次约会就失败了 李子 你是不是生气了 要不是我今天带你来 你也不能受这个心 为什么要生气 我只是不理解 那个人为什么要找我 那个地方消费比较高 他们看你年纪小 以为你是 以为我是什么 不是 主要是你长得太帅了 你就是去个普通的酒吧 不也得有小姑娘搭讪吗 这 今天这个确实色探包天了 你别在意啊 就当被狗凑近闻了几下 简哥 决林什么时候去上班 应该一两个星期之后吧 我爸准他玩段时间 我想早点去 自属于约的事 翻篇了 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 来看看 我们这个项目 可是很有前景 光前期调研就花了半年 目前唯一一个难题 就是缺块地 确实 你这样 等我回广西之后 帮你找找看 一个合适的土地 有的话我就联系你了 瞅你这句话我就安亲了 那就这么定 我也就先告辞了 我送你 对了随意啊 我家老二 这两个月可就托付给你了 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 一定要好好锻炼他 行 我一定让他好好历练 小李子 今天上午都干了什么呀 转了转公司和食堂 还去了人事部门报到 钱 钱总 你看我做些什么 你看你刚毕业 很多事情呢 我也不放心交给你 所以 当我的助理怎么样 那 你打算让随林做什么 好 再安排喽 怎么 不乐意啊 昨天是谁说什么来着 一切听领导的 现在反悔了 怎么会呢 我会努力的 不过 你这身衣服 我还没来得及买 走 我先带你换身装备 你总不能穿成这样 在我身边留的吧 我今天下班回去买 是不是还得我请你 你才去的 真好看 这事也很好看的 我是觉得李公子长得好看 穿什么都好看 鸣蛋 我自己来 好 瞧这一身板板正正的小西装 把她的身材衬托得越发心肝飘烈 我现在算是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心愿意马 香味飞飞 监总 买这么多件够了 咱们回去吧 行 那我去结账 都这个点了 好 吃个饭你了 今天花了多少钱 明天我找梁姐对账 把钱尽快转给你 你跟我喝些什么 收着就是了 我买东西 为什么要你来付钱 是啊 我和李玉现在还只是半生不熟的关系 这一下子给人花回去几十万 歇修起来 确实 李玉这个人性情冷的 骨子里又特别傲慢 不是那么容易胡说的 我可不是白送你的 就是提前犒劳犒劳你 毕竟后面得跟着我东奔西跑 谢谢钱总 不过着装这些东西 实在不该您来破费 您的好意我心里 晚饭我请您 全当是谢谢您陪我挑衣服 别啊 这下一口一个蒋哥多亲热 怎么才半天时间 又是钱总又是您的